退伤宣布弃赛的许淑景,记者苏建宗摄影分享,曾获两届奥运金牌的举重女将许淑景,在台北市大运鹰商退出圣火传递比赛,这次预计在全运复出代表云临线拼抢金牌。 106年全国运动会21日开幕,2012年伦敦奥运,2016年里月奥运女子举重金牌得主许淑景,预计将在今天代表云临线争取举重女子53公斤级金牌。 许淑景连获两届奥运金牌原被看好,在2017年第29届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能为地主台湾留下金牌。 野兽邀在开幕式担任传递圣火的重要工作,但他先以身体不舒服为有网剧传递圣火的仪式,之后又因伤放弃参加世大运比赛。 另外,在世大运夺的中华队对时首面填进100公尺金牌的杨俊翰,在世大运以完美演出抢下体操安马金牌的李志凯将分别代表花莲线桃园市出赛。 而在世大运或填进110公尺跨栏银牌的陈奎如举重铜牌的高展红也将分别代表云临线高雄市出赛。